女人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铁皮箱子里 她尝试往上推开箱子 可是箱子却纹丝不动 女人开始急了 她拼命拍打着箱子 大声呼喊着救命 女人这才发现 箱子狭小的连脚都伸展不开 可是她呼喊了许久 外面没有一点的回应 就在刚才 女人在研究所认真工作时 被人从背后突然打晕 等她醒来就已经在铁箱子里 就在这时 女人发现自己呼吸困难 等她缓解过来时 手臂上又传来一阵疼痛感 女人脱下白大褂一看 一只蜈蚣正在手臂上爬着 女人害怕急了 她不断尖叫着拍打着手臂 把身上的白大褂脱了下来 等她用手电筒往下照尸 发现了一部手机 女人赶紧用脚将手机勾了过来 可是这并不是自己的手机 还好可以拨打紧急报警电话 警方很快就接通了电话 女人赶紧说自己被关起来了 可是等接线员问女人在哪时 女人却不知道自己在哪 只知道自己被人从身后打晕 醒来就在一个箱子里 就连是谁都没看见 可是没有准确地址 警方并不能进行救援 女人说可以对这部手机进行定位 于是接线员让女人说一下手机号码 可是女人并不知道手机号码 接线员说可以将手机卡拿出来 记住上面的编码之后 然后再告诉她 得知女人的手机还有一半的电量 接线员让女人省着点电量 先挂断电话找出手机卡编码 随后女人开始拆下手机卡 女人的嘴里咬着手电筒 她取下工作牌的别针 将手机卡取了出来 然后用笔记下了手机卡的编码 随后又将手机卡装回手机 重新拨打了报警电话 将手机卡的编码告知了接线员 接线员告诉女人 他们已经派人去了她工作的地方 可是没有任何线索 等下会根据手机信号搜寻女人的位置 让女人稍安勿躁 女人挂断电话后 狭小的箱子让她忍不住翻了个身 她发现手机有四位密码 于是便尝试解开手机锁 可是接连试了好几个密码 手机非但没有解开 还强制锁定了一分钟 就在这时 一声巨响传来 女人感觉到箱子在一栋 她立即大声呼喊救命 随机又拨打电话 女人说听见了车轮滚动的声音 接线员说大概确定了女人的位置 已经在周围展开了搜寻 为了节省手机的电量 她让女人赶紧挂断电话 挂断电话后 女人忍不住哭泣起来 因为狭小的空间让她十分的害怕 突然一阵管风琴的声音传来 女人赶紧打电话告诉了警方 根据女人提供的线索 警方也带来了好消息 根据GPS定位 女人在一出教堂里 警方会马上派人去找她 女人顿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动静 女人忍不住又拨打了电话 接线员告诉女人 警方没有在教堂找到她 因为没有详细的线索 警方决定放弃搜寻 让女人有什么新发现在拨打电话 女人很生气 可是电话直接被挂断了 女人被关在一个铁箱子里 她通过手机向佛伯乐求助 可是缺少线索停止了救援 女人很崩溃 她拍打着箱子发现内心的绝望 等冷静下来后 女人随意地输入四个一 她竟打开了手机锁 女人欣喜若狂 她赶紧拨打了男友的电话 可是男友却没人接听 她继续给好友拨打电话 可是依旧无人接听 女人感觉自己获救的希望渺茫 她准备给男友留下了遗言 可还没说上几句话 手机就没电关机了 女人彻底绝望了 她在箱子里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就在这时 箱子被人打开了 刺眼的光芒照射在女人脸上 女人急忙从箱子里爬了起来 同事却告诉女人 这不是你要进行的实验吗 要实验大脑物质在封闭状态的变化 女人突然颤抖了一下 原来这只是一个梦 只见画面一转 现实中女人正躺在病床上 她因为遭到别人攻击而昏迷 女人感觉呼吸困难 声音声在为她插入呼吸器 她感觉到箱子移动 还有轮子的声音 是女人在做脑部的核磁共振 而她突然感受到的强烈光芒 是医生用手电筒检查她的眼睛 女人已经是植物人的状态 她到底会不会醒过来 医生也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 也许她一生都要被困在铁箱子里 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